切尔诺贝利被核污染35年 为何那里的动物几乎安然无恙 而福岛的章鱼却长出了56条腿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动物的奥秘》 我是大象 1986年4月26日凌晨 乌克兰普利皮亚临近的切尔诺贝利场发生了爆炸 连续的爆炸引起了大火 让大量的辐射物质飘到了大气层中 覆盖了大面积的区域 据调查,这次爆炸的程度是当年二战时期 爆炸在广岛上的原子弹400倍以上 爆炸之后,政府将附近11.6万居民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就这样,2600平方千米的区域就变成了无人区域 现在切尔诺贝利寂静的像一个鬼城 专家表示,这个禁地在两万年都不适合人类居住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35年过去了 曾经的切尔诺贝利现在仿佛是一片茂密的野生森林 从高空俯视,你仿佛看见一座城市坐落在森林里 但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心慌 这片无人区域虽然没有人的印记 但是却有动物的身影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野兔四处的流窜 狐狸挨家的窜门 还有蜥蜴没事也在散步 这让原本寂静又神秘的区域增添了不少升级 在1987年的时候,有研究人员曾将切尔诺贝利的区域动物做过实验 实验表明,动物的寿命并没有改变 从1987年到1997年,这个禁区的野生动物还一直有所增加 甚至禁区的狼群已经超过了自然保护区域的齐倍左右 那么问题来了 专家称,切尔诺贝利两万年内不适合人类居住 为什么动物能在这里茁壮生长呢?野生动物难道又回来了吗? 其实关于切尔诺贝利因辐射两万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说法仍在考证 核武器的威力确实是厉害 但是核反应的材料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说植物 植物会通过调节体内的一个化学信号平衡努力生长的 因为植物拥有特殊的修复功能 能很快的治愈核辐射带来的伤害 所以切尔诺贝利这里如今变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 再加上由于放射源的性质 进去的大部分几乎没有放射性 实际上只有在切尔诺贝利的附近才会有危险的存在 在切尔诺贝利的山营里外几乎辐射就会很小了 再加上动物赖以生存的茂密森林 野生动物也就可以安然的生存了 政府也曾在切尔诺贝利建立了隔离保护区 使这些动物远离最危险的区域 当然也有疏散区域内的一部分动物 因为辐射感染患上了各种疾病 但是数量还是占少数的 在原始的茫荒自然界 大部分动物不是得疾病死去 而是被捕食者干掉 所以切尔诺贝利的野生动物已经是幸运的了 我们在反观福岛核辐射事件 周围生态环境遭受到了巨大的污染 很多动物都发生了变异 蛤蟆变成了三条腿 兔子变成了拔拔嘴 最近传出发现一只章鱼居然长了56条腿 人们纷纷议论 这与日本把河污水排入到海洋 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偷偷把河废水排入到海洋当中 现在海洋周边莫名的出现了密密麻麻 各种海洋的尸体 这让全世界的人都坐立不安 日本方面都还在否认此事 他们有没有撒谎 我们况且不止 但是水里的生物肯定是不会撒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给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